Chat GPT它的商业模式是真的叫商业模式 因为它做的是通用人工智能生态 在这个大生态体系里 可以滋生很多奇奇怪怪的商业小怪兽 它是一个商业大怪兽 它可以腐化出无助的小怪兽 你可以用GPT的内核去做你自己的APP 在GPT的平台上去推广 去赚钱 让你的用户去订阅 传统人工智能 其实你可以理解啥 就是谷歌百度 你搜过东西给你答案 通用人工智能 它是不限灵异 不限知识 它可以往往打三步 第一步你搜东西给你 第二你想要 比如我想写一篇论文 它替你写论文 它真的像一个超级的高餐一样 来帮你解决这些问题 第三个 我想研发一款新药 治艾滋病的药 它可以帮你研发药物 压缩你研发药物的时间 很多理论 整个互联网世界有的理论 它可以帮你收集旅顺 就是你以前收的水平 和它去收完全两个时间 同时它可以机器学习 自己学习 就是互联网上没有的东西 通过它的学习 它也能学出来 然后给你答案 也就是说有了这个 通用人工智能 这个超大的生态之后 以后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 你去研发艾滋病的药 糖尿病 心脏病的 各行各业各方面 所以我们快速 理应发两个思考 第一 通用人工智能时代来临 我们怎么赚钱 怎么生存 怎么做老板 第二 我们怎么找工作 重新看你现在所学的专业 什么会计啊 律师啊 这种工具类的 几乎就是两个字 失业 百分之百 想都不要想的 再也没有工作了 而且这个速度 可能比想象中要快 来临的时间更快 最后我再买一下一个 巨大的伏笔 如果通用人工智能 超大生态系统 它在自我学习当中 它产生了灵魂 我们怎么办 我们这个物种 是否要被一个 有灵魂的人工智能的 庞然大物 给消灭掉